見到昨天其實這些貴金屬相關股份都升得多 旅價星期二晚其實就升到13年高位 當晚其實見到美國上市美國女業升了9% 昨天回來中旅2600升了9% 俄女都升了一成 看到一些外電報道 高盛的資深分析師Jeff Curry就說到 他就說做了30年都沒見過大宗商品全面短缺的情況 他說現在的情況是前所未見的 譬如在你看來其實旅價是受到什麼刺激而大升 以及譬如旅相關的股份 投資者現在想追求又太遲嗎 其實我覺得旅價有和很多的大宗商品 其實都有同一個情況 就是大家突然覺得通脹升溫是一個原因 當然後面的故事就是 我也不懂得分解雞蛋雞蛋的問題 就是供應鏈的問題 我為什麼要這麼強調 要留意供應鏈的情況 就是會不會突然 其實市場因為資金氾濫的情況下 究竟會不會是大家反而是怕有供應鏈 怕有通脹 所以資金就在期貨市場炒定 而令到真的變成現貨的價格 就在那裡扯高 所以其實這件事真的要留意 其實之前我記得幾個月前 大家炒波羅的指數又是這個情況 但是還有一件事 當然就是說你大行突然出份這樣的報告 說12個月是4000元的目標 那當然會立即扯高了那個鋁價 但是其實鋁價現在你說再上網他提到的目標 現在已經接近3300元的了 那別人是說12個月 我覺得要留意一下 但是鋁的板塊 有些其實都吸引的 或者叫做追不追呢 我可能會追隔離的大宗商品的股份 多過追鋁的商品 嗯嗯嗯嗯嗯嗯